3月19日 校长谭永林 北妈及三美等一众老友记 在尖沙嘴洲际酒店 出席谢瑞琳珠宝上市 30周年庆祝活动 年年25的谭校长在现场表现 出其风趣游牧的一面 手把手教大家做海星特有的 半萌首饰 声称做了这个首饰才像小鞋肉 引得在场人员大笑不止 最近有传校长与好友曾志伟 因事冷战四天 最后是志伟以大人不计小人过为由 主动言和 校长回应此事时又爆出另一件往事 反骂志伟太小气 其实反正是那个事情 我两个小时以后就忘了 他有四天才 才说要来找我 太这个没有气量 曾志伟这个人 三美最近为拍戏而积极减肥练腹肌 也不知他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还是听他自己说吧 我的腹肌已经走出来了 现在有四块 我想再努力一些可以有八块 再努力一些有十二块 希望一直下去 看看练到我可以有多少 四妹生性爱开玩笑 追琪在娱乐圈二十多年来 确实没有与其他女生有过绯闻 和校园支持自己的失败 但对太太来说是好事 差不多二十年当中都没有一个 跟我有一个绯闻 一个都没有 其实很失败的 我不想到我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才有一个绯闻 但是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件好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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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